那男生为什么会获救 女生为什么会死亡 当然女生的家长 也不愿意相信说 自己的女儿会才斗扣年华 21岁会跟男朋友公布皇权 所以里面有很多疑点 非常的感伤 一个20岁花样年华的女生 竟然勿交了一个损友 而且这个损友还是一个 索命的损友 漂漂亮亮的女大生 原本有着美好前程等着她 却在准备绽放光芒的时候 命丧黄悬 她往生后那段时间说 有附身在同学的身上 然后跟她的父母亲讲说 妈妈 我好想你 那一刹那可能做家长的听了 会心碎 或许对于人世间 有太多的不舍 也或许这个案件 让她满满的冤 每一张照片 她总是露出那灿烂的笑容 长得如此甜美 她是王姓女大生 那因为这个女孩子才21岁 而且她是一个个性 很活泼很开朗的女生 她是一个跟我们大家 平常认识的女大生一样 非常的甜美 非常的活泼 个性非常外向 大家对她的形容词 都是正面评价 不只人甜美 可爱 个性又好 她还有这个专场 那也热爱跳舞 跟着当时候的台北市市长 叫做柯P 他们一起到韩国的光州 去做这个友谊的交换 曾经留下这样的回忆 更留下开心的照片 她还准备 要在更大的舞台上 发光发热 在未来的施大鱼 她即将会站上台湾的舞台 代表台湾 去向全世界展现台湾的国力 美好的未来就在等着她了 而她的感情生活呢 有这位大她几岁的男朋友 杜姓男子 这个男子 他曾经他在以前高中高职的时候 是学校的头痛人物 曾经让教官头痛 不过他找到自己的兴趣 也闯出一片天 在电竞界 可是小有名气 那这男生在念书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喜欢玩电动玩具 一个电竞的一个选手 那也组队 那后来他进一步 也当了电竞的教练 电竞的人 其实他脑子非常地细 因为你要在这个 这个fighting的过程 你要马上出奇制胜 全部 全部 快点到 转角一支 还有还有 那其实他在跟这个 王姓女子两个人交往的时候 感情是非常不错 那他今年是26岁 一个26岁 配上一个20岁 其实是花样年华 两个人都有大好的前途